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我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这两天在各个网站 我一般就是优酷youtubeb站 有朋友给我提问 我在做教学课件的时候 这个web server工具是个什么工具 今天我觉得做一个视频给您介绍一下 好 咱们看 我这工具其实是clorm的一个插件 就是这个地方 点击一个新标签页 这是一个空的页 对不对 这地方有个应用 点击 大家请看 我用就是这个web server 这个它是基于clorm的一个插件 为什么我要装它 是这样 因为我要做很多教学视频 比如说演示一个网页的特效 网页的效果 我必须需要在本地搭建一个http的服务器 一般说到搭建这个http服务器 第一想到是apache apache你还要安装 还有启动 还要做成系统服务 非常的麻烦 有朋友说 那我能不能用npm 装一个http的静态server也行 那样的话你还得装npm 才能够使用 那么如果用我的方法 就非常的简单 它就能够静态化的显示一个目录 所以说我觉得仅仅是开发这个httml或者css的朋友 完全可以使用我这个工具进行开发 不用再装什么非常麻烦的服务器端的软件 怎么装怎么做 是这样 先把我现在安装的软件删掉 咱们从零开始安装一遍 您看好不好 好试试啊 机右键把它删掉 删了吧 没问题 然后咱们重新安装我是怎么做的 请注意看 咱们在这个browser搜索webserver 大家喜欢就是这个 webserver for chrome 回车 能够找到它 然后点击 进来之后选择clom进行安装 就能够安装上 但是 现在我先不安装 为什么 这因为有个问题 首先咱们记住 这是它的软件名 把它拷备一下 我先不安装 我给你演示一下它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回到应用 clom的应用 然后点击clom的网上商店 一般咱们安装clom的插件 都是通过这个方式安装 好 咱们试试啊 点击 点击这个网上商店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输入clom的所有的软件 一回车 注意看 搜不到 搜不到 对吧 可能是我因为用的是这个日本IP 有可能搜不到 但是如果说通过这个地方搜不到的朋友怎么办 按照我刚才给你演示的 直接从google搜 搜这个关键字 就能够找到 然后咱们安装 咱们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自己设置 没有问题吧 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地方是选择一个本地的web目录 比如说我选择 一般我都是在开发目录 选择工作文件夹 然后我的source 咱就拿上次的买web目录吧 确定 大家请看 本地的web目录被指定出来 然后我点击这个IP进行访问 这是我本地的web目录 这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的pro.js的文件 然后点击任何一个文件 直接可以打开 直接可以运行 和咱们本地的一个APPA级的serval是完全一样 非常的方便 我是真的推荐给您 您可以使用这个工具进行开发静态网页的内容 动态还不行 动态需要服务器单去响应 服务器单去渲染 咱们是另外的话题 如果咱们只开发静态的网页内容的话 我是极力推荐 因为以前确实我在做课件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忽略这个问题 有很多朋友都提出疑问 你是怎么做的 你怎么就能够把HTML直接映射过来 直接在web上就能显示 我就是这么做的 今天做一个单独的视频 介绍给您 希望对您的开发的工作有帮助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非常的简单 希望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